下午15点,朱婷新东家浮出水面,不是瓦记浮,报家曝光,郎平叛道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我们知道中国女排呢,其实今年呢,任务非常的繁重 而很多球迷呢,也非常期待着朱婷的回归 只是从目前来看呢,朱婷呢,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的话 可能都没有办法回归中国女排了 这里面呢,主要是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朱婷那些伤病原因 目前呢,正在康复当中 前段时间呢,朱婷已经到了西班牙这边呢,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以及康复 目前呢,就在休息当中 那么目前根据外界的一个预测以及分析啊,朱婷这个伤病呢 起码要休息半年以上,甚至是一年以上 所以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如果说啊,朱婷这边没有康复利好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回归中国女排 所以在短时间里面呢,那么其实朱婷呢,还估计啊是回不了中国女排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呢 朱婷呢,其实啊,在这段时间呢 除了在养伤之外,他还收获了一些外国球队邀请他加盟的一个好消息 所以如果说朱婷他的伤病好了之后呢 估计还需要在国外留养一段时间来康复他的状态 提升他的一个成绩 这样一来呢,到后续啊,到我们中国女排真的需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赛当中 需要朱婷去挑大梁的时候呢,他才可能抽时间回归中国女排 所以可能对我们所有的球迷来说呢,确确实实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当然从目前来看来,距离第二点的话,其实我相信对所有球迷来说呢 即便是看不到朱婷暂时回不了的话 其实呢,也依旧是一个非常欣慰的消息 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最近呢,朱婷虽然说还在伤病当中 但是已经受到了外国的一些啊,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些女排球队的邀请 之后如果说双方合作顺利的话 对于朱婷来说将能够再一次开启他的流洋生涯 目前呢,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他们是提到了意大利女排职业联赛这边的禁旅 也就是斯坎迪奇俱乐部的话,那么在近期呢 在新赛季是有意去邀请我们中国女排的一姐朱婷 并且呢,目前已经是给出了一份报价,报价是曝光了 虽然说这个具体的价格他们还没有透露出来,但是相信这份价格呢 想必不会低 毕竟我们也知道其实啊,之前的朱婷呢,是瓦基福银行那个当家这个一姐 虽然说在本赛季呢,他暂时没有办法继续回到老东家 但是现在的话,他的地位,毕竟包括他的实力呢,都摆在那里 所以这一次啊,意大利女排联赛这边的俱乐部呢,去邀请朱婷加盟呢 想必这个价格肯定就不会低了 所以随着这个消息传来呢,对于朱婷来说呢,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因为我们知道朱婷现在正在养伤阶段呢,到时候他的手腕到底能够康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谁也都不清楚 所以其实不管是我们的球迷,包括甚至朱婷本人的话 相信呢,都会是比较担心的 包括郎平呢,在卸任之前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 对朱婷这样的一个手腕伤势,是三番五次提起 作为恩师呢,他也非常担心这个弟子的未来的一些发展 包括他的伤病,康复情况 只是从目前来看呢,在朱婷还没有好利索的之前呢 已经能够获得一份球队的一个报价的保障 而且之后呢,很有的可能完成续业的话 我觉得对于朱婷来说,他将能够更加的安心去好好养伤 因为没有了一个后顾之后啊,他只需要把自己的伤病给养好了 之后就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比赛,不仅能够流洋 而且也能够提高恢复自己的状态 将来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回归中国女排 我相信不管是对于朱婷,还是对于中国女排 甚至对于他的恩师郎平来说呢 都是判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希望啊 朱婷这边呢,能够去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好好和他们的这次俱乐部呢,进行商谈 接下来争取能够再次流洋,再次合作 我们也希望呢,到时候的话 能够看到一个满血复活的朱婷呢 能够全面回归中国女排 带领中国女排重回巅峰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脑球,拜拜